第八章,萨莱诺战役 归航 9月8日夜晚,亚历山大发来一封奇普电报 这天晚上,盟国的巨大舰队驶进萨莱诺海滩的时候 他们从英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宣布意大利投降的消息 这个消息在战斗意志正浓的士兵中引起了意外的震动 因而暂时松懈了他们的紧张情绪 并且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心理影响 许多士兵以为他们明天的任务将是轻而易举的 军官们立即极力纠正这种情绪 他们指出,不管意大利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德军必然会进行顽强抵抗 人们感到战争已接近尾声 但是正如坎宁安海军上将所说 如果不及时宣布停战协定的存在 就会是对意大利人民的背信弃义 突击船队在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掩护下 使进了萨莱诺湾 仅仅遇到小规模的空袭 敌人知道他们正在逼近 但是直到最后时刻才能断定出打击将落在什么地方 克拉克将军指挥的第五级团军在黎明前开始登陆 美国第六军和英国第十军展开突击 英国突击队和美国突击队则攻打北翼 前来护航的船队在海上已被敌人发现 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头一天晚上的广播 已使附近的德军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解除了异军的武装 接管了全部防御攻势 并且充分利用了现代化武器 为防守一方在抗登陆的最初阶段所提供的优越条件 我们的士兵在射水登岸的时候 被瞄准精确的炮火击中 因而伤亡惨重 要想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许多战斗机 要从距离极远的西西里岛飞来作战 但是他们获得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增援 美国第六军一越过海滩 就顺利地向前推进 到十一日夜晚已经推进到十英里的地方 但他的右翼又退回到海边 英国第十军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 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萨莱诺和巴迪帕利亚 蒙特克尔维诺飞机场也落到我们的手中 但是他仍处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所以还不能为我们的战斗机提供急需的加油站 德军的反应非常迅速 他们有一部分部队正在对抗 在意大利指行地区艰苦地向前推进的英国第八级团军 现在被尽快地调到了新战场 从北面调来了三个师的大部分兵力 从东面调来了一个散兵团 由于船舶尤其是小型舰艇的缺乏 我们自己的增援部队的调动要缓慢得多 德国的空军虽然由于在西西里岛的损失而有所虚弱 但现在却做出极大的努力 他们新式的由无线电控制的滑翔炸弹 又使我们的航运遭到了损失 盟国空军的一切力量都用于阻挠敌人援军的逼近 并炸毁他们的军事集结点 我方军舰开进了萨莱诺湾 用他们的最重型的大炮进行支援 英国第八级团军在蒙哥马力的督促下迅速前进 以便同承受重大压力的第五级团军取得联系 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战败德军 而根据一个德国高级军官的说法 德国空军丧失了力量 以及对于我方海军的炮轰缺乏任何防御能力 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当萨莱诺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 不仅是亚历山大 而且副手要执行责任的坎宁安海军上将 对塔兰托发动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袭击 由于冒险成功 军英获得最高的荣誉 这个头等海港可供整整一个集团军使用 当时意大利突然向我们投降 在亚历山大看来 这是值得我们冒险的一个机会 我们没有任何运输机空运英国第一空降师 也没有任何常用的船舶 把他们从海上输送过去 于是这些精选的士兵中的六千人 乘英国军舰出发 9月9日 及萨莱诺海滩登陆的同一天 这些军舰勇敢地驶进塔兰托港 将军队送到岸上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我们一艘巡洋舰因触水雷沉没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海军损失 按照预定计划 我和那些没有乘飞机返回英国的随行人员 由海盗回国 身为号军舰在哈利法克斯港等待我们 我在乘火车途中曾下车去向罗斯福总统告别 因此 在萨莱诺战役开始的时候 我同他正在海德公园 12日夜晚 我又登上火车 14日早晨到达哈利法克斯港 在途中收到的各种报告和报纸 使我深感忧虑 显而易见 一场非常危急的和旷日持久的战斗正在进行中 由于我一向极力主张这种海上登陆 并且感到对于他的成败负有特别责任 所以我对此事就更加关切 七席 猛攻和速战速决 这是一切两栖登陆的要素 在登陆的最初24小时以后 海军力量随意选择袭击地点的便利条件 很可能已经消失 原来只有10个人驻守的地点 很快就可能有一万人 我回想起若干年前的事 我想到斯托普福德将军 1915年他在苏夫拉湾的海滩上等待了几乎三天 而与此同时 马斯塔法凯莫尔则从布莱尔战线调遣两个土耳骑士 前往过去未曾设防的战场 我还有一次更新的经验 即当奥金莱克将军守在他的开罗总部 从他的最高中心位置上用老一套的眼光 观察他所指挥的既广阔而又变化多端的战场时 那个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战役却在沙漠地带正趋向对他不利的结局 我对亚历山大极端信任 但是当我们的火车在诺瓦斯科下令人心旷神怡的田野间隆隆的行进时 我仍然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整天 最后我拟好了下面一封给亚历山大的电报 我确信他不会感到不快 这封电报直到我们的船启动以后才发出 首相至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4日 一我希望你首先密切注视着举足轻重的雪崩作战计划 参加作战的司令官没有一个人过去曾进行过这种大规模的战斗 苏弗拉湾战役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伊恩汉米尔顿接受了他的参谋长的劝告 留在一个遥远的中心地点 希望从那里可以了解一切情况 如果他曾经在现场的话 他本来是能够防止那次惨败的 我现在相隔很远的地方 加上时间上的阎歌 所以不能自认为可以判断一切 但是我感到有责任把我自己过去的这种经验告诉你 二应当做出有助于纳布勒斯决战的一切努力 三你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出要求 我将不顾其他一切考虑 以最高的优先待遇将必须的供应分配给你 他的答复迅速而又令人宽慰 亚历山大将军在萨莱诺 治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5日 我确信你在得知我已经预料到你的明智忠告时 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现在正和第五级团军在一起 我很感谢你提出的帮助 我们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 使雪崩作战计划获得成功 他的命运将在几天内决定 我也非常欣慰地了解到 坎宁安海军上将以毫不愁愁地将他的几艘战舰冒险的驶进海岸去支援陆军 14日 他派遣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到前线 这两艘军舰引导意大利舰队的主要舰支前往投降地点 刚刚到达马尔他岛 他们第二天就参加了战斗 他们在空军的指引下用重炮准确地轰击敌敌人 使友军和敌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且在击败敌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 沃斯派特号在16日下午 遭到一枚新型滑翔炸弹的袭击 以致失去了战斗力 关于这种滑翔炸弹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 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首相在海上 至坎宁安海军上将在阿尔吉尔 1943年9月15日 你派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参加战斗 我很高兴 这次战役极其重要 你采取了非常措施 是完全正确的 请向他们转至我最美好的祝愿 下面的电文也送到了 斯大林总理 致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 1943年9月14日 我祝贺你们获得新的胜利 特别是在纳布勒斯的登陆 纳布勒斯的登陆成功和义德两国的分裂 对于希特勒德国无疑是又一次的打击 而且将大大地有利于苏联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 目前苏联军队的攻势正在胜利的展开 我认为我们在今后的两三个星期内能够获得更多的成功 我们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内收复诺沃罗西斯克 城上身为号军舰是令人轻松愉快的 这艘极其壮观的舰支停靠在码头旁边 庞德海军上将已经上船了 他是从华盛顿直接来的 他的举止如常 无论谁看见了他也绝不会想到他病了 在回国的航程中 我邀他和我们一同吃饭 但是他说他愿意在他的船室里 同他的参谋们一同进餐 上船后半小时 我们就起航了 经过六天的曲折航行渡过了大洋 萨莱诺的战斗这几天一直持续未停 电报不断地涌来 由于亚历山大的好意 我获悉了全部的情况 他的那些生动的电报 使我看到了战局的全貌 亚历山大将军致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6日 我在第五级团军的前线 做了一次广泛的视察 刚刚回来 我会见了两军的军长 所有的师长 以及前线的几个旅 关于战争的形势 虽然我并不完全乐观 可是比24小时以前要乐观些 其理由如下 从13日夜晚以来 德军一直没有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进攻 这就使我们获得了时间 多少增强了我们的阵地 让极端疲惫的部队得到了休息 同时也取得一些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增援 第八级团军也愈来愈靠近了 我也能对他们进行鼓励 并且发出某些指示 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保持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方 用挖战壕 安设铁丝网 以及埋地雷等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的巩固主要阵地 整顿散在各处的各式各样的部队和编制 编好地方的后备队 以及尽可能强大的机动后备队通告个部队 第八级团军正迅速地向我们靠近 增援的兵力正日夜不停地到来 现在的弱点是 由于下述原因 德军在我们组成足够的兵力 以保持第一次冲击中所占领的阵地以前 能够更加迅速地集中强大的兵力 德军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制高点 他们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我们直到海滩 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 无论在什么地方 纵深的阵地极少 我们暂时失去了主动权 昨天夜晚 我们的空军在敌人战线的后方阿维利诺地区 空降了一个散兵营 第82师的1600名士兵也于昨晚空运前来 我已和海军方面商定 用巡洋舰从菲利普维尔运送1500名英国步兵援军到这里来 这些援军应在48小时以内到达 我已催促美国第三师迅速前来 该师将在18日登陆 第七装甲师的第一批人员将于今晚到达 但是登岸和集结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一个步兵旅也将在今晚到达 我们刚建成三处小型机场 喷火式战斗机线正从萨莱诺和附近地区起飞作战 全部空军限制集中在这个作战地区 我们将重新获得主动权 一旦我们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 我们就开始攻占重要的据点 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事业 只要有一点运气就能保证我们的军队获得成功 首相在海上至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6日 我对雪崩战役的心情 可以用扶絮的名言抓紧一切这句话来表达 海军将他们的重型军舰投入战斗 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战斗 我觉得你正在获得胜利 首相至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17日 伊伊我很高兴地感到你已经亲自掌握了雪崩战役的形势 如你所了解的 我对雪崩战役兵力组编的速度曾经感到忧虑 蒙哥玛丽预期在17日使第八级团军参加战斗 这是一个好消息 二 鉴于海军力量对比的优势 我们在使近海岸的分舰队中使用了战列舰 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三 祝你一切顺利 请继续将情况告诉我 我现在大西洋航程的途中 但随时可以完全收到一切电讯 危急的局势已经三天了 但结局仍然未定 巴蒂帕利亚又失守了 但是第五十六师虽因损失重大而被虚弱 却成功地阻止了敌人从那里再一次向海边推进 在美国第六军的战线上 敌人看准该军和英军之间只有薄弱力量防守的空隙 从北面冲了进去渡过了色泪河 其攻势似乎要达到美军背后的登陆海滩 美军炮队的防守力量非常及时地制止了敌人的前进 盟军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守住了战线 美国第四十五师原来留在船上作为后备队 现在在第六军的前线上全力作战 增援的军队已开始到达 我们的第七装甲师和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 从海上和空中运来了 经过六天的激烈战斗 期间我们虽然遇到了严重的危险时刻 但德军始终未能迫使我们退回海上 十五日 凯塞林认识到他不能获胜了 他已位于萨莱诺上面高地的右翼围中心 开始把他的整个战线向后转移 第二天 第五级团军和第八级团军会是 我们这一仗打赢了 亚历山大将军制首相在海上 1943年9月18日 总的形势继续好转 主动权也正在转移到我们手中 英国第十军在北面遭到几次稍微猛烈的袭击 但是所有这些袭击都被击退了 在第六军的前线上 美军采取了攻势 战斗仍在阿尔塔维拉进行 如你所了解的 第五级团军和第八级团军的前哨部队已经会试 第七装甲师正在顺利的登岸 对第十军增援的1500名步兵已于昨晚到达 大约1600名的美国援军在一两天内将要到达 美国第三师将在明晚开始登岸 但要和攻击的储存数量是令人满意的 第八级团军正向阿鲁伊塔和波坦查推进 但是直到我写这份报告时 关于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什么地点 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英国第一空将师在塔兰托地区积极展开活动 并且以同加拿大部队会师 但是他们的力量过于薄弱 仅仅能够对德国军队进行骚扰 第七十八步兵师将于9月22日开始在塔兰托登岸 印度第八师将于9月23日在布林迪西登岸 我当前的目的是要组织三个强大的战斗部队 在萨莱诺地区的美国第五级团军 第八级团军在塔兰托地区的第八级团军指挥下的英国第五军 我们将从这些坚固的基地向北推进 我已发出如下的命令 第五级团军以萨莱诺西北山地为中心向前进攻 并要占领阿维利诺附近的高地 第八级团军要占领波坦查地区 下一个目标将是 第五级团军要占领纳布勒斯港 第八级团军要攻占福甲地区的飞机场 我不希望以过分乐观的态度使你产生误解 我感到满意的是 我们现在已掌握了局势 并且能够按照计划完成我们未来的军事行动 当我们到达克莱德湾时 亚历山大传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消息 亚历山大将军至首相 1943年9月19日 我以充分的信心说 整个形势已变得对我们有利 主动权移转到我们的手中 我将于明天回到我在希拉库萨的总部 9月21日 我致电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祝贺 并请他带我向克拉克将军致意 首相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吉尔 1943年9月21日 依我为我军的胜利登陆 并向北面扩展阵地 向你表示祝贺 正如威林顿公爵 在谈到华铁卢战争时所说 这真是势军力敌的一次战斗 但是你的冒险做法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你认为恰当的话 请带我致电克拉克 我从各方面听说他建立了奇功 我们一起工作的方式 肯定是过去的盟国之间从未见过的 二 如果你能办到的话 我认为确实非常需要派遣更多的法国部队 前往柯西加岛 还有一支实力强大的英国或美国分遣队 我们现在已有可供登岸之用的良好港口 因此他们不必同时载运战斗装备 只要他们到了那里 就会对意大利部队 法国人以及当地爱国人士产生一种鼓励作用 三关于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是 我们将尽一切力量给你支持 我确信一切将如你所希望的那样进行 四史莫兹陆军元帅将于9月27日星期一到达开罗 住在凯西那里 四天以后在他前来伦敦途中将路过你的战场 他已获得我的充分信任 你可以毫无拘束地和他讨论一切问题 他将在伦敦住几个月 负起他作为英国战士内阁阁员的全部责任 他对此地的公众舆论将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你给他最尊敬的接待 我将会非常感谢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也是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一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我的几个儿女所遇到的事情 则我们愉快的六天航程将变得逊色 伦道夫9月初在马尔他岛 为第二特殊空中任务团招募志愿人员 他在那里遇见了莱科克准将 这未准将是他的也是我的好朋友 莱科克知道即将发生的事 说突击队将有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你愿意来吗 于是伦道夫就同意跟他去了 并且在整个战役中一直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玛丽经历了另一种不同的危险 当升为号军舰正偏航前进 穿过狂涛巨浪时 有一个军官向他提议到船后甲板上去散步 他应当知道船在曲折航行时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因为这样的航行使人无法估计波浪会从哪里打上船来 当军舰改变航向时 玛丽和他的同伴正倚靠在船尾栏杆上 看啊 他说一道可爱的海浪打过来了 这个军官看到了危险 大声喊道抓住栏杆 刹那间一股巨浪将他们两人冲倒 把他们卷过甲板 一直冲到右衔的水槽 若不是玛丽被栏杆的柱子挡住 他一定已坠入海中了 舰长从船尾塔楼的后面看到了石矿 正要下令投放抢救落水者的救生圈时 军舰又折回原来航向 因此使冲到舰上的大部海水又涌向另一侧 玛丽被海水冲回去的时候 设法抓住了毛岚 那个可怜的军官也同样被海水冲过来又卷过去 他们最后被救到安全地点 但全身已被海水湿透了 那个军官受到了严厉的身赤 玛丽换了衣服 所有这些情况在我们登岸前一直瞒着我 另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也发生在我的周围 在我们的飞行人员中 有十几个英国皇家海军妇女队员 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 我的私人秘书莱斯利·罗恩 在这几天的海上旅途中追求他 结果成功了 但是对这件事 他们俩一直保守秘密 没有让人知道 现在他们愉快地结婚了 在我们到达的时候 我接到了下面的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9月20日 你们都已经平安地回国了 我感到很高兴 并且希望你们度过的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程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 国会在这里已开会一周了 但仍然平静无事 祝你们三位幸福 萨莱诺战役一旦获得胜利后 纳布勒斯以及福甲的飞机场便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英国第十军同在他右翼的美国第六军在维苏维火山附近击退了敌人的后卫部队 继续向前推进 经过庞培和赫九楼尼恩的废墟进入了纳布勒斯 现在需要集中巨大的力量来修复纳布勒斯港口 因为他已被赋予破坏经验的敌人彻底破坏了 但是美国人对所擅长的这种修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因此在两个星期以内他每天可以装卸五千吨供应品 该城附近的两个飞机场不久也可以使用了 这对以前在临时的小型机场上起落的我方战斗机中队来说是值得欢迎的援助 与此同时 在东海岸方面 第一空降师在九月十五日已经远赴乔亚和巴黎执行巡逻任务 第七十八师和一个装甲旅在第一空降师的后面登陆 并和第五军的总部一道与第八级团军会合了 六个皇家空军中队也同时从乔亚的飞机场开始活动 敌人在九月二十五日撤出了福甲飞机场 从海上登陆的突击队攻占了特尔莫利 他们在援军的帮助下坚持抵抗敌人激烈的反攻 我在回国几天后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出一封电报 读者在阅读我在秋冬两济索尼的各种寒电和备忘录时 应当记住这封电报 这封电报的第二段内容 是想确定用于我们的各项作战计划的兵力比例 特别是在那些力量配备的很不恰当的地方 凡是希望了解本卷后面一章中所叙述的争论的人们 都不应忽视这些比例 战争提出了正确使用现有人力物力的问题 而我们也往往不能将战争归结为在一个时期内只做一件事 首相志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吉尔 1943年9月25日 一由于我一直极力要求同时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我感到我应该向你提出 在我心中对于这几个希望实现的目标所拟定的优先措施 二我明把五分之四的力量用于在意大利的军事部署方面 十分之一的力量用于确保攻占科西加岛 该岛的战事不久即将结束 以及亚德里亚海战区 其余的十分之一应该集中用于罗德岛 当然这样的分配比例 只适用于来源有限的那些要素方面 我想这些要素主要是登陆艇和运输突击部队的船舶 以及轻型的海军舰艇 三我寄给你的这封电报 只是作为我的思路的大致情况 因为我不愿使你感受到 我竭力要求在各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 而毫不了解你受到的限制是多么严重 艾森豪威尔将军至首相 1943年9月26日 我们正在仔细地研究人力与物力方面的资源 以便在这一计划中给中东提供必要的支援 并且确信我们能够满足中东方面的最低要求 当蒙哥玛丽能够使她的大步兵力向前推进 以援助第五级团军的右翼时 纳布勒斯战线上的一切行动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展开 正如每次联合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们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后勤上都把战线扑得太宽 我们正竭力改进这种局面 你不久就可以获得好消息 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 特别提到我认为是我的电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即为了展开辅助性军事行动所必须的小部分的部队 我继续同亚历山大和蒙哥玛丽交换韩殿 首相至亚历山大将军 1943年9月25日 依我十分理解 第八级团军必须集中一下队伍 二关于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的意见 我很赞赏 因为敌人要阻挡它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想你也应自行设法用小规模的两栖部队向前推进 三你会看到我在议会已经宣布意大利战役是第三战场 第二战场是在英国 它尚在积蓄力量 隐而未发 我们应当坚持这种提法 因为这可以减少俄国人的不快 同时也可避免同他们争辩究竟意大利战役是不是第二战场的问题 英美第五级团军是于10月1日进入纳布勒斯的 首相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吉尔 1943年10月2日 我们的地中海战役已取得辉煌的转机 而且撒丁岛和科西加岛仅仅作为这次战役的意外收获 也都落到我们的手中 对此我和你同样感到高兴 祝你前途一切顺利 首相智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认为第八级团军在东义的推进是有巨大价值的 我注意到蒙哥玛丽不久必须停止前进 以便把供应物资输送上去 但是我相信这并不等于他的侦察部队和轻装部队 就不同敌人的后卫部队进行接触 据我们的情报部门所获得的各种消息来看 敌人的目的是要拖延时间 同时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被撤 无论如何 敌人没有力量建立一条战线来抵抗你现在部署的军队 我认为取得这种有利的地位是由于你的巧妙的袭击 一举攻占了塔兰托及奇迹好的港口设备 请接受我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最诚挚的祝贺 我已研究了被你的军官带回国的计划 并且了解到你已完成了该计划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阶段 我希望第三阶段将于本月底或稍前稍后几天内完成 那样我们便可在罗马见面 亚历山大将军至首相 1943年10月3日 我衷心感谢你来电中的深情厚意 同时也非常珍视你对我的夸奖 一旦我能够将皇家空军安排就绪 并使我们的行政机构顺利地进行工作 那么一切都将一帆风顺地前进 现在我已经把我的总部设于巴黎 那里既靠近前线 又便于和我的两个集团军司令 以及主要基地进行联系 科宁厄姆空军中将当然和我在一起 总之一切都会很顺利 当我们的主力部队打不到德军时 我们将连续不断地使用青装的机动部队和空军 对他进行袭击 而且持续地对他的后卫部队施加压力 首相至蒙哥玛丽将军在意大利 1943年10月2日 我高兴地看到第八级团军如此出色的大踏步前进 对你所获得的一切成就 我表示热烈地祝贺 我想你也许还记得 在德黎波里的时候 我曾告诉你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 蒙哥玛丽将军至首相 1943年10月5日 感谢你充满深情厚意的来电 我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路程 而且行军非常迅速 我们必须这样做 以便前去援助第五级团军 但是对于我的后勤机构来说 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必须在作战期间 将它从止行地区移到种行地区 而且现在它已扩展到极限了 当我达到特尔莫利 坎波巴索这条横线地带时 我就必须暂时停止 我的主力部队的前进 而仅派遣青装部队越进横线前去作战 另一方面 在这停留期间 我将为我的后勤机构奠定巩固的基础 派遣青装部队前往容易攻打的地区 可能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我想依靠这种方法来保持主动权和取得进展 暂时休息以后 我将用我的全部实力向佩斯卡拉和安科纳前进 我期待着和你在罗马会见 我们的两个集团军现在都被迫停止前进 第五集团军在纳布勒斯北面沃尔土诺河一带 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这需要时间和补给才能克服 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指行地区北进的时候 蒙哥玛丽将军有意识地冒着后勤方面的一切危险 力求达到萨莱诺战场 他的基地现在必须从指行地区的勒索 迁到种形地区的塔兰托和巴黎 在这项工作完成时 第八集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而且要等占领了福甲 才能开始让重轰炸机使用他的飞机场 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 需要运输成千上万吨的必需物资 而且也只能逐步地完成 在十月中旬 德军在意大利有十九个师 而盟军只有相当于十一个师的兵力 为了保持我们迅速获得的辉煌战果 需要大量的援军 同时也要大力巩固我们的战线 所有这些任务 对于我们的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九月的确是丰收的月份 英美海陆空三军之间的合作 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新水平 德军在意大利的第十级团军司令 后来说过 我方海陆空三军在一个最高统帅指挥下 取得了非常协调的合作 这使德国人感到非常羡慕 意大利的舰队已在我们的控制中 它的空军和陆军 虽然大多数受到德国人的阻挠 而不能参加我们这一方 但是也不再与我们对抗了 敌人在对阵作战中已被击败 我们的军队在意大利薛行本土上 已经推进了三百英里 在我军的后方 有我们所占领的机场和港口 他们经过扩建以后可以充分满足需要 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争辩中 有人一直强烈主张袭击撒丁岛 以代替对意大利的进攻 而现在撒丁岛却在九月九日作为一个额外的收获 不费吹灰之力落到我们的手中 可惜夹岛在两周以后被法国部队占领 关于进攻意大利的计划 我们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以后 才得以将它付诸实施 现在事实已证明这一行动的正确 甚至超过了最热烈和最持久的鼓吹这一计划的人们的期望 巨大的功勋应归于艾森豪威尔将军 因为他支持了这次短暂的激烈的战役 尽管具体指挥落在亚历山大的身上 但最高统帅曾经真正采取了英国的战略观点 并且准备承担这一战役的最后责任 他自己手下的军事长官们 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缅甸作战计划 同时又顽强而严格地优先对待霸王作战计划 这些做法到了更低一级竟发展到迂腐的地步 因而毫无必要地加深了意大利战役的风险 毫无疑问 意大利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能获得的最大战力品 而且我们本来可以为它提供更充裕的人力与物力 而不至于延迟1944年横渡海峡的主要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